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中美持續在不同領域的競爭中針鋒相對 美國國防部近日發布了新版太空政策文件 這份文件將太空視為美國國家軍事力量的優先領域 提出要加強美國外空軍的能力以抵禦敵對行為 這份政策也提出了與盟國擴大軍事合作 共同推動負責任外空行為準則 為美國和盟國提供持久的戰略優勢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就反駁指 美國沒有資格講所謂的負責任外空行為準則 他指出長期以來 美國公開將外空界定為作戰僵域 組建太空軍和太空司令部 研發部署天璣進攻式武器 開展軍事攻防演習和技術試驗 並且加強和盟國的軍事合作 加強軍事誤判和衝突的風險 美方還消極抵制中俄外空軍控倡議 阻撓外空軍控法律文書的談判進程 2017年由於美方的獨家反對 導致聯合國防止外空軍被競賽政府專家組未能達成報告 他說美國國防部發佈的新版太空政策文件 將外空作為國家軍事力量的優先領域 進一步加劇外空武器化、戰場化的趨勢 是對外空和平和安全的重大挑戰 也是對和平利用外空國際共識的公然踐踏 充分曝露美方在外空國軍備戰 稱霸外空的野心 無寧批評美方根本沒有資格 講所謂的負責任外空行為準則 美方應該尊重國際社會的普遍關切 立即停止有損於外空安全的消極舉動 並且承擔起應付的責任 不要阻撓外空軍控法律文書的談判 另外5日前國家電腦病毒應急處理中心 和360公司分別發表報告 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下屬的特定入侵行動辦公室 對西北工業大學等中國資訊網絡目標 實施了持續性的網絡攻擊和涉物活動 中國外交部網絡事務協調員王女 在接受央視訪問時指出 美國的惡意網絡活動嚴重危害到 中國的關鍵基礎設施安全、個人資料安全 特別是商業技術秘密以及知識財產權 美國在網絡空間沒有遵守任何國際規則 也徹底拋棄了中美2015年達成的 雙邊網絡安全協定 可以說中美在網絡領域的既有共識 已經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黃女又說美國近年來不斷以開展 網絡安全合作為名 在中國的周邊國家謀求網絡軍事力量的存在 日前發布的報告顯示 美國國安局先後通過17個國家 尤其是中國周邊國家 特別是以位於日本、韓國的教育機構 商業公司為掩護 通過跳板和代理伺服器對中國發動攻擊 中方認為這將會嚴重損害中國的安全利益 這個問題與美國在中國周邊謀求部署 中度和反導系統有類似之處 美方對外宣稱這些行為是防禦性的 公開說就是為有關國家提供網絡防護能力 但就將水攪混了 趁機就是混水摸魚 這是美方的慣常手法 王女說他們的真實目的到底是什麼 相信周邊國家會有自己的判斷 央視新聞中有報導 除了國家電腦病毒應急處理中心和360公司 在近期調查披露指出 美國的國家安全局NSA 利用大量網絡攻擊武器 長期進行秘密黑客活動等事實 美國網絡司令部司令近日也公開承認 在烏克蘭危機中 對俄羅斯執行了進攻性的網絡行動 這些行為正在不斷增加國際安全格局 包括網絡安全形勢不穩定因素 網絡空間正在演變為地緣衝突的新戰場 王女在訪問中就指出 美國自信擁有全球最強大的網絡軍事力量 可以掌控網絡攻擊產生的各種後果 但現實情況不可能每一次 都按著美方的劇本走 一旦發生誤判 很有可能會導致局勢升級甚至失控 所以美方的這種行為是非常危險 亦是非常不負責任 王女強調 美國不應該奢望損害別國安全利益 而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更不應該奢望它能單方面 界定網絡行動的邊界和規則 如果美國堅持美國例外 美國優先不說道理 也不守規則 那網絡空間最後可能會演變成一個重臨世界 這並不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中美的角力已經擴殺到多領域 從傳統的軍事戰場的先進武器比拼 到網上虛擬世界再到外太空 由此看來就算是中美領導人 在一些國際場合舉行會談 也很難期望達成太多的共識 最大的共識可能就是避免擦槍走火 面對美國一再圍堵 中國尋求通過合作發展 和東盟關係更加穩固 作為第一個以中方為主投資建設 共同運營並且與中國鐵路網 直接連通的境外鐵路項目 中老鐵路從建設之初就頗受外界關注 昆明海關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 開通9個月以來 中老鐵路的國際貨運總值突破了100億元人民幣 貨物運輸已經覆蓋老窩、泰國等國家和地區 黃金大通道作用日益顯現 案媒則報導說 中老鐵路車票現在是老窩最熱門的車票 甚至有黃牛團職車票 實際上在中老鐵路開通之前 很多老窩人都沒有錯過火車 很多老窩民眾都說 以前只在電視或互聯網上見過 現實中並沒有見過鐵路 更加沒有錯過火車 陸鎖國一直都被視作為老窩的特徵之一 老窩的國土被中、簡、粵、泰、緬五個國家包圍 面積的80%也是山地和高原 交通極之不暢順 中老鐵路通車之後 萬象到中老邊境車程 由兩天縮短到三小時 到昆明可以是招法直至的 新加坡《海峽時報》此前報導說 一些經濟學家曾擔心 與老窩相比這個巨額項目 將會更大程度上為及中國和泰國 並且導致老窩對他的北方輪郭債台高速 但報導說 這個火車服務的受歡迎程度 平息了一些對這個項目的最初質疑 中老鐵路綜合辦主任董彥華說 中老鐵路最主要的受益群眾是老窩人民 只有老窩人能夠種出來的糧食水果 就一定能通過中老鐵路運到中國等市場 老窩民眾班牙在老窩知名的旅遊城市 萬榮開了一間民宿 他說中老鐵路開通之後 萬象、萬榮、朗伯拉邦等城市之間的 旅行時間大幅縮短 一小時左右就能夠互通 班牙說以前去哪裡都要坐車 顛簸幾個小時 如今交通方便了 民宿的周轉加快了 入住率正在提升 老窩政府說中老鐵路 將會成為吸引更多遊客的重大利好 今年老窩將會力增接待300萬遊客 世界銀行發布的報告顯示 通過同一帶一路網絡連接 從長期來看 中老鐵路將會使到老窩的總收入提升21% 提升老窩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到2030年每年延中老鐵路走廊 途經老窩的過境貿易 將會達到390萬噸 這條鐵路將會使到 萬丈至昆明之間的運輸價格 下降40%至50% 老窩的旅遊業也將會獲益費錢 預計每年會有400萬老窩人 和來自周邊國家的1000萬遊客使用中老鐵路 中老鐵路不僅為及到老窩經濟 也帶動了延善其他地區經濟 今年7月1日中老鐵路萬丈南站 換裝場正式是建成投用 首批的跨境集裝商貨物 在這裡完成了標準軌和米軌間的換軌後 駛向泰國臨茶班港 萬丈南站換裝場建成投用後 從中國昆明到泰國臨茶班港間的運輸時間 被汽車換裝賭運縮短了一天左右 運輸成本減少20%以上 預計每年可以吸引泰國30萬噸以上的農副產品 橡膠等跨境貨物通過中老鐵路運往中國 泰國國家行政學院政治系教授派仙說 中國老窩合作建設中老鐵路的模式 泰國無法全盤照搬 但是中老鐵路開通運營 對於泰國各界都產生了很大的震動 引起泰國社會對高速鐵路的討論和關注 客觀上有利於中泰鐵路的進展 中泰雙方應該結合兩國的實際 進行更深入密切的溝通和合作 加快中泰鐵路建設 比起美國召了東盟國家搞出一個印太經濟框架 召開完第一次會議後 還未搞清楚這個框架的實質內容 中國高鐵已經走向東盟國家 中國東盟的經貿關係密切 既是位及到兩地的民眾 也會令東盟國家更不會在中美角力中選邊站隊 同時也令東盟支持中國拒絕美國 將北約模式引入亞洲搞軍事對抗 另外習主席下個星期將會出訪哈薩克 這是新冠疫情之後 習主席首次的出訪國家 我在石樓台的《我在現場》節目 會講一下為什麼中國和哈薩克的關係 原來是很密切的 單單在2005年就有三位國家領導人出訪過哈薩克 為什麼要去得這麼密呢? 歡迎到石樓台免費試看 大家好,想和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布推出的一個新服務 石樓台 石樓台提供獨家的內容給我們忠實的觀眾 訂閱石樓台,每天不用港幣兩元 就可以看到我陸英雄,你和巴士的布團隊 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不過我們在YouTube頻道的節目是不會減少的 希望你們能夠支持巴士的布訂閱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點擊石樓台的連結 就可以瀏覽到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的內容 另外也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到巴士的布的網站也可以找到石樓台 請大家到石樓台看看 多謝大家支持